这是港乐的黄金时代,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多明星汇聚一堂。 今晚,我们将一同回顾那个时代的经典,领略那一场香港乐坛的巨大盛世,1986年度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 1986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期,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这个星光璀璨的夜晚,香港乐坛的唱将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音乐盛宴。 而这场颁奖典礼,不仅是对过去一年音乐成就的总结,更是对未来香港音乐发展的期待与憧憬。 一场精彩的开场表演,拉开了颁奖典礼的序幕。 灯光变换,音乐激昂,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结合戏曲元素,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这场表演,不仅展现了香港乐坛的活力与创意,也为接下来的颁奖典礼奠定了热烈的氛围。 颁奖典礼终于开始,随着主持人的宣布,首先颁发的是最佳女歌手奖。 这个奖项的得主是歌谈天后梅艳芳。 她凭借着一首激昂的江冰山劈开,展现了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厚的演唱功底。 感谢观看 兴契期待 你不全 畅热辣内 游冷博门 期待 我能忍耐 再感 烏海 向把冰山全改 无畏在影压心大怀 冰山游灾 请把冰山全开 南若里知把心大怀 冰山全开 劈开救灾 不凝将外心 掀抗 我承受救灾 请把冰山劈开 你也多虚待 我再强开 你再强开 心已虽过灾 但心已未尽 我 我 我 在内 我 难 天啊 心大愛 邊山游災 聽把悲山蛇愛 輪陽理書 發生大愛 邊山轉開 劈開 舊災 不經將愛心掀開 花窗 舊災 聽把悲山蛇愛 每天都成功 另外一天 把悲山蛇愛 一日之下 2日之下 1日之下 2日之下 3日之下 5日之下 3日之下 3日之下 1日之下 4日之下 1日之下 4日之下 我能 恩來 災尋 呼喉 想把冰山全改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冰山又再 請把冰山啼開 能讓你諸 發生大愛 冰山全改 踢開 救災 發展將外送燃光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冰山又再 請把冰山啼開 能讓你諸 發生大海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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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謂第一陰山大海 ł..小愛 your heart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無謂再憶壓縮大海 尾揚 II 梅艳芳走上舞台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她的风采和魅力让所有人都为之倾倒。 接下来颁发的是最佳男歌手奖。 这个奖项的竞争异常激烈,经过评委们的严格评选,最终由实力派歌手张学友摘得桂冠。 她凭借着一首深情的遥远的她,赢得了观众和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梅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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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艳芳芳 梅艳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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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 遥远力差 不可以再归家 我在梦里去 始终只有他 遥远的他 可知我心中的雪黄 业情并无缺 那观他仓相变化 遥远的他 不可以再归家 我在梦里去 始终只有他 遥远的他 可知我心中的雪黄 业情并无缺 那观他仓相变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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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友走上舞台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的获奖感言更是感动了无数人。 在颁发完男女歌手奖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金曲金奖的揭晓。这个奖项的评选过程异常严格,只有最优秀、最受欢迎的歌曲才能获此殊荣。经过评委们的激烈讨论和投票,最终张国荣的当年情荣获金曲金奖。 Zither Harp 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现场甚至重新播放了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 接下来的舞台是由叶德贤和陈杰玲两位实力派歌手合唱的《千个太阳》。 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改编自美国电影《明阳四海》片尾毕业演出插曲《I Sing The Body Electric》。 粤语版由林振强重新填词,歌曲以及欢快的旋律和阳光的气息,成为了歌颂友情的代表作之一。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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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riend 观天你如何 能够一起提高歌这歌 从不动解释我为何 在你有爱内尋到发 无论风通的飘卦 人夫都许多 风波碎隔自虚惨 而两心里奔卦 心轻行有灾风 就算离开过 同情跟心声如同行 弹出一首余方的爱国 缘缘心中一个两行 共我再见面和我歌 如头风风飘卦 如古都许多 如波碎隔自虚惨 如两心里奔卦 伴我行是友谊 是太阳千波 如果有同情 我们特别是想多谢张传师傅 和他的江湖艺术前 为我们做这么漂亮的太阳 多谢他们 叶德贤和陈杰玲 在合唱时展现了极高的默契度 他们的嗓音和谐统一 互相呼应 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两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音乐力量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现场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他们纷纷起立鼓掌 为两位歌手的精彩表现喝彩 也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友情的温暖 随着颁奖典礼的推进 十大金曲的揭晓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每一首歌曲的揭晓 都伴随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和掌声 接下来的几首金曲 不仅代表了香港乐坛的多元风格 更展现了歌手们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深情演绎 接下来是1986颁奖里最佳乐队组合 太极 太极乐队是香港乐坛的重要代表之一 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精湛的演奏技巧 赢得了广大乐迷的喜爱和支持 当晚 太极乐队以一身整齐的演出服亮相 每位成员都展现出了他们的专业与自信 乐队成员间的默契配合 从他们的眼神交流和动作中便能感受到 在颁奖典礼上 太极乐队选择了几首他们的经典歌曲进行表演 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他们的音乐才华 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太极乐队的这些成员们默契的配合和精湛的演奏技巧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他们不仅用音乐与观众交流 还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和表情与观众互动 音乐与观众互动 身边的一切 已附伐不懂得真体 明日我怕慈虚无同 不想再跌低 而或许可疑 无用再讨厌逐世事 若你担心今天一切 可否他就改变后再提 其实你心底 无用再假设万过例 留待着阴影消失以后 声音之中不遂传帝 传帝 已早注定 没法安静 没法醒 今天的一切 已盡去不想多估计 明日我怕慈虚无同 将一切放低 而或许可疑 无用再讨厌逐世事 若你担心今天一切 可否他就改变后再提 其实你心底 无用再假设万过例 留待着阴影消失以后 声音之中不遂传帝 不得 开心 第1道章目 再次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解腐温暖跟运回预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舞台上,他们通过音乐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这种情感的力量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让人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众多歌曲在盛大舞台上呈现,那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呢? 是否会有更多的乐坛巨星亮相?是否会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奖项揭晓?这一切都充满了悬念。